这是一场仲裁之劫的自由搏击大战 男子73攻击级自由搏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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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我试试太多 但是说来这两个试试 因为这场比赛准备好了一阵 这次我会正面演绎 用最快的时间来解决比赛 现在只有一个结果 一门一处 我站着你夸着 我们明天看我们明天 有请南方选手 来自泰国的铁人 Ben Long The Blue Corner Frontide Ben Long 我现在部长就是来自于泰国的铁人 Ben Long 年龙三十一岁 孙高一十三 五月在地 八十七胜 三十八股 三冰 Ben Long 他的凶害啊 走出后退 是一个极致耐力 而且极致 坚强 艺势 选手 而且 以自己的动权 著称 被称作铁人 有请红方选手 来自中国 目前中国势头最猛的中量级自由国的选手 日照东方 就 就 一 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看到出场的是中国选手 日照东刚 郑昭玉 郑昭玉非常年轻 二十岁 但是战细非常的显赫 44上11度手丝边 升高174厘米 这个郑昭玉我们也知道是 中国战力国际圈的 一位非常有名的 年轻小将 一直在荷兰接受军念 一路不断的成长 现在也算是 中国战力国际的 首要的重量级的人物 而且目前是 属于一个三连性的 上升状态 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资料对比 铁人分棱 1米73 郑昭玉1米74 双方身高 几乎相当年龄方面的 笨能 比郑昭玉年长11岁 打赏经验方面的 也是铁人分棱 有了更多的打赏经验 蓝方选手 新年31岁 身高1米73 职业战绩 87胜 38负3平 WPNF世界冠军 在泰国被称为铁人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From the kingdom of time Nikin Ironman Burnman 红方选手 今年20岁 身高1米74 职业战绩 44胜 11负 9次 KO获胜 在昆仑爵 诸实这战中 他是最早锁定 16强席位的选手 随着在 河南接受 最高水平的T恤训练 他已经渐渐要坐稳 中国重量级 第一人的势头 他就是来自北京 淘宝格斗馆的 日赵东方 赵 赵 耶 有请场上猜胖 来自韩国的Kim And one action begins Ref in charge Kim from Korea 大家好 这里是昆仑上传媒 为您全力打造的 大型中国格斗类节目 昆仑爵世界极限 格斗系列赛 中口战泰拳之夜的 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乔波 大家好 我是刘文波 这场比赛是一个 73公斤级的中泰 之间的自由搏击超级战 是由来自于 泰国的铁人奔能 对这来自于 中国的日照东方 郑赵玉 比赛即将开始 这场比赛是在 自由搏击的规则下进行 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中立的 战力式格斗的 对 是的 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拳手 郑高玉呢 在比赛 这次的比赛呢 一直都是 师同非常的猛 郑高玉的重拳啊 也是终结了 非常多的 著名的对手 是很多对手 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而自从是在 荷兰接受 最为顶级的 战力式格斗训练之后呢 他的进攻 还是有着非常 明显的 荷兰式的十字进攻 那个技术风格的 韵味 非常比赛 面对于泰国的铁人奔能 这种泰式的打法 是的 看这次郑高玉 怎么能在 库伦杰的 几乎搏击的规则下 战成对手 郑高玉的拳法呀 非常的优秀 在战力打击的时候呢 除了对头部的攻击 对身体的打击 也非常有威胁 有多次的时候呢 在战力打击的时候 突破击打身体 将对手KO 也是证明 他这个拳法的精湛 和力量的雄控 非常漂亮 两个人的 拳腿组合的 反击进攻与闪击 而且很有意思 两个人几乎就是 不缠暴 都是中间距离的 进攻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铁人奔能 他的防守啊 真可以说是 部落金康 非常难穿透 这样发生 如果说是 在比赛当中 可以说也是双方 一个节奏的 这么一个拒绝 如果说是在 荷兰节奏训练的 郑章玉 在荷兰的这种 战力式的 清拳的节奏 肯定跟派式的节奏 是不一样的 这场比赛 让谁能够牵制谁 也是一个节奏上的效果 大家继续进行 全人奔能的 对于全的防守 是 非常的简单 就是简单的这种 抬手 抬手去 去阻截 然后再防守反击 是的 并没有很多花燥的 头部的晃动灯 好 第一回合比赛 还有十秒钟 好 所以接着他能 他的 所以说有着 超人般的抗死压力 如果说是 不以节奏来起诉的话 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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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最后 都是要发挥出 他这个 成功的吸力 老远是怎么选择打盗 这个应该是 正当于应该 这场比赛 漂亮 这种选择打盗了 后果神有了 这时候给奔能 造成了一些 突强 对付打盗 奔能现在有一些晃动 对 郑昭玉的重拳 还是给他造成 很高的 我们想 两次的 继续对抗 这个时候对于一个 因为在 像超级战 这种规格的比赛 中央 肯定都是非常谨慎的 我不能说出去 无畏格 郑昭玉 郑昭玉 肯定也是 在考虑到 铁人宽能 具有超人班的 这样的气能力 和才 没有说是 相信 比赛 有过去 才 而且 分当对于 郑昭玉的 拳法的 特质 也是 可以 提及 好 好 好 漂亮的 铁人 漂亮的 铁人 非常 他还能打这个收成张力气来撑上飞机啊 非常非常地独身 他找到了奔走的路纠 四块奔走的航线 第二次的项目 这一次跟他在这一个回合当中最后一个机会了 你看是这场比赛还有一分钟 对他最快的半场 周章玉 能不能拿下一场比赛的费用胜利 你看中间啊太漂亮了这场比赛 日照东方周章玉 拿下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是从铁肉困难的身上 和这场比赛的项目 刚才比赛的慢轻车回放 等张玉撕脱了铁肉困难的防线 连续地中宣 原来是 想太及时的终止了这场比赛 非常清晰的半镜头的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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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张比赛结果才发在内 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 两分十三秒 开热获胜 我希望你宝贝 把奖杯爸爸给胜长 几乘困局 马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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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